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弟兄姊妹大家好 有一次跟子女聊天 不知道為何會講到這個題目 如果爸爸病了很不舒服 那你們怎樣 在這個話題上 又是說笑 又是一起在家庭裡分享 兒子就這樣說 他就慘了 沒有人洗衣服 女兒又加把嘴過來 對,沒有人洗碗 我不知道你家庭裡 是誰負責洗衣服或者洗碗 但當我聽完一對子女這樣去說 我立刻就回應 我就說 真是慘了 原來 爸爸在家庭裡 完全是功能性的 即是我不能做的事情 或者我生病了 第一樣想到 就是我的功能失去了 或者沒有人去承擔功能 其實如果看回我們跟神的關係的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覺得 我們個人跟神的關係 你又怎樣去看呢 你會不會覺得 其實神跟你的關係 你最強調的 都是神在你生命上的功能性 即是神拯救你 耶穌為你釘十字架 赦免你的罪 所以神為你做的事情 對於你來說是最重要 而最關心的都是這一方面 大家不要誤會我 我不是說這一方面不重要 如果你想回 在這一套短片的一路 特別是較為開始的時段 我很強調 我們一定要認識 神那個救贖的計劃 說得救贖的計劃 當然是神在行動當中 正在做事 而他的行動帶來的後果 結果是關乎全人類 我們參與在這個救贖的計劃裡面 這個不是錯的 我只是想說 如果我們只是強調神的功能性 我們似乎跟神的關係就會有偏差 另一方面 很多時候現代的教會 就視乎 如果你回到我們自己的教會 密浸、MCBC 我希望這個情況不是嚴重 就是很多時候 廣道的信息 有一些教會 會很強調信仰 怎樣可以幫助你個人的解決問題 無論是情緒 或者是其他一些心靈上的問題 另一方面 我們要知道 其實這個不是完全錯的 但是 如果我們的信仰 那個焦點 或者是唯一的焦點 就只是放在神 怎樣在我們個人的生命上幫助我們 我們同樣把神的功能性放得太大 而我們失卻了 其實在信仰裡面 我們跟神之間的關係 還有另外一些元素 比如舉個例 在《出埃及記》第34章 其實第6、第7節 可以這麼說是一個很著名的宣言 就是神自己宣稱祂是怎樣的一個神 耶和華就在摩西面前宣告 他說 耶和華 耶和華 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 不輕易發怒 且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 為千萬人存留慈哀 赦免罪孽 禍犯和罪惡 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 必追討他的罪 至父及子 直到三四代 其實在舊約裡面 類似的複述 神這個屬性的宣言 其實還有好幾段的經文 今天不跟大家去重複 我只是想說 當我們跟神建立關係的時候 我們需要留意的就是 究竟神是怎樣的一個神 又或者可以這樣說 就算在人際關係上面 我盼望我們跟其他人做朋友 都不只是去留意 對方可以提供到什麼功能 或者幫助 可以在我的生命上面 令到我過得好一些 而是當我們跟對方建立關係的時候 我們會考慮到 要認識對方是怎樣的一個個性 同樣 其實我們跟神建立關係的時候 我們都要更深地認識神是怎樣的一個神 當然 在今天的時代 我們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透過神所密視的聖經 在當中去認識他 所以大兄姐妹 我鼓勵你 無論在自己靈修 或者你聽講道 聽講座 主日學等等 我們留意的不是聖經怎樣可以幫到我們 不只是這樣 或者是追求一些 一些我們從來沒有聽過的頭腦上面的知識 而是我們每一次 無論是看或者聽聖經的時候 我們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從我看到和聽到的聖經的說話裡面 我們認識到神是什麼呢? 我們知道神是怎樣的一個神呢? 這個反而是一個我們必須要問的問題 我們要來解進一下 我們要來解釋一下 神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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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歷